各位軍迷好,歡迎大家來到我們軍武器宴的號外篇 這個我們暫時命名為F-35閃電之迷 這個系列主要講述第五代戰機F-35的前世甘生事成 或者是將來的發展 我相信很多軍迷來說,對F-35應該都不陌生 但對一般普羅大眾來說,F-35應該是經常聽到的東西 但其實不太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做一點科普 要講一點F-35的發展歷史,當中的策略和武器 令大家對軍武更多認識 同時對世界更多認識 首先第一集,小一面講一點F-35的由來 F-35發展的廠商叫做Loki Martin 在美國方面,研發了很多功能戰鬥機 當然,為人熟悉的是F-16和F-22 講開F-22,我們講的Raptor 在2005年4月開始部署 一架新型戰鬥機,我們稱為第五代戰鬥機 當然,它的歷史很威風 而且最重要是F-22是高大上戰機 所以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武器 F-35和F-22,雖然大家都是第五代戰機 當然有一些差別 例如我們講F-22 其實兩個戰機對空對地都有一定的能力 但F-22對地攻擊能力應該沒有F-35那麼好 設計也是以空優為主 空對空的戰鬥設計 F-35的設計上比較多功能 多功能上來說,主要是對海對地的攻擊能力 這方面會做得比較好 有一個數據有做過 說F-22和F-35分別對第四代戰機 例如F-15和F-16這些戰機 做了一個性能對比 如果以空對空任務去比較 F-22比剛才說F-15和F-16的效能高出9倍 另外,F-35高出4倍 另外,如果我們講到空對地 F-22相對對著目標,無論固定還是移動 都是4-5倍 而F-35的打擊效能 比剛才我們說的F-15和F-16的戰機 會超過8-9倍 你看到代差的優勢是相當明顯的 所以你明白為何現在美國 空軍會慢慢,海軍也好 都會裝備第五代戰機為主 另外,看到F-35對地攻擊能力 會比F-22好一點點 另外一個比較不同地方 F-22是沒得賣的 即是只有對象是美國空軍 其他地方的空軍想買都買不到 大家明白因為F-22有當代最先進的武器 最先進的雷達 理論上,它不會需要其他預算引入 所有技術和錢的東西 F-35就有點不同 因為F-35首先 是想賣不到的同盟國 取代什麼呢? 取代F-16 剛才提到代差問題 攻擊效能是8-9倍 所以如果能夠裝備F-35 取代F-16 大家就明白生存率和效能就會高很多 對很多國家來說是相當吸引的 例如北約 北約很多國家 例如意大利、荷蘭、比利時等 其實中堅國家都會用F-35 所以你說法國有沒有機會 法國就用回自己的陣風 如果你看看其他德國 會不會龍捲風戰機要退役 接下來會不會進入F-35 也會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其他同盟國 例如你看到現在的日本、韓國 亞太盟國 其實接下來都要用F-35 就會形成F-35包圍網 對一些國家 例如中國、俄羅斯、伊朗 一定是危險的 說回F-35 這個計劃叫做 Joint Strike Fighter 即是我們叫做JSF 這個計劃 當然是在冷戰結束之後才開始的 所以F-35基本上是第一架戰鬥機 想想一個新的時代 跟F-22時有點不同 所以情況就是 在預算上已經預算了一定的預算 但當然研發上 有一個目標就是 第一 要將F-22儘量有的東西 F-35都要有 但另一樣又要便宜、便宜 所以儘量的預算 儘量有這麼低得這麼低 於是出現了一個矛盾現象 就是要馬而好和不吃草 兩人一起造成 但對於美國來說 更加矛盾 就是它不想再發展這麼多機種 可不可以一個Generic的機種 可以同時滿足海軍、空軍和陸戰隊的情況 於是 Lucky Martin就說 等我來 Lucky Martin發展了F-35 分別有A、B、C 滿足了空軍、陸戰隊和海軍的需要 當然 如果你現在看過F-35的製造 其實是相當威力時代 我們會在後續的集數 講多些F-35的發展和性能 好,今集大家知道 我們會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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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會在一起